自由自在,纵横进的,只要你能够成立方向,你一定自由自在,世界上的一切你都可以得到,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可的,所以当你得到一切的时候,实际上你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,福的智慧非常深奥。 举个简单例子,人家在订这个房子,当你去争的时候,如果这个房子被人家拿走了,你是不是很痛苦?但是呢,如果你想明白了,算了,成全别人吧,我不争了,接下来的房子越发越好,那你等到花同样的钱,再去买另外的房子的时候,你回过头再去看原来的房子,可能比你现在的还要差。 这个时候,你的心就会得到自由自在,因为不跟别人争,你会得到更多,很多男人过去追求女人就是这样的,觉得这个女孩子没有缺点,什么都好,最后被其他男孩子追走了,你痛苦,难过,最后传出来,他们两个打得一塌糊涂,离婚了,那当初要是你追到他了呢? 你现在不就跟他打得一塌糊涂了?最后你可能找到一个比他更好的女朋友,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变化无常的,没有一样是永恒的,一定要想通,想明白,这就叫有何可利? 自信自物,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得到,你有什么可以自己觉得,我一定要去得到它,有何可利啊? 只有自信自物,自己真的有佛性,自己开悟,动物顿修,我明白了,我马上就修,知道自己身上有缺点,知道自己年纪大,没有多少年可以活了,我要赶快修心。 但有些人已经晚了,现在很多人生癌症了,被医生派死刑说,还有两年时间,他开始拼命滴血浮念经,想想看,两年时间,就算修得再好,你能弥补你几十年所造的罪孽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